16号是花莲县90岁以上非原住民族及8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接种疫苗的第一天 早上8点半有不少的长者在家人和看护的陪伴下陆续前往接种站 县长徐正伟特地前往受风箱的卫生所关切长者施打的状况 其中一位由村长陪同96岁的长者丝毫不紧张施打完毕之后在家人的陪同下 休息了10分钟之后表示一切都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收风箱的接种站位在收风箱的卫生所 有些长者由家人接送 有些自行骑乘电动车前往 也有不少搭乘爱心计程车与县府的专车前往 由于接种前各村长已经提醒 长者当天必须带通知单以及健保卡 告知前往接种的时间 现场接种的状况秩序良好 而施打完毕之后长者在一旁休息 也表示接种后并没有身体的不适 因为他本身防御系统还蛮好的 他不会过敏 所以他今天知道他要来打对不对 已经打完了 打完再休息 由于16号是花莲县内90岁以上非原住民族以及85岁以上原住民族长者接种疫苗首日 县长徐政卫也到各个接种站进行视察 关心长者的接种状况 也提醒各接种站要注意人员的控管以及动线的安排 并且不要让长者晒太阳 也呼吁大家注意防护的安全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